传说只要活着你就逃不开海天酱油 这家佛山企业过去两年的市值 近超过万科和中石化 还把毛利率做到50% 远超同行 还60%营收来自酱油这一单品 在李锦记等对手投身房地产 到多元模式时 海天一门心思只做调味品 埋头扩大生产基地进行渠道下沉 更恐怖的是 他因此凭借产能优势 以及5000多个经销商网络 能把批发价格做到竞争对手的一半 所以说你压根逃不了海天 因为他用低价搞定了餐馆老板和厨师 更占领他们的心智 他很早就赞助各种厨师赛事活动和厨师学校 要求他们用海天酱油 厨师是不敢轻易换调味品的 一道菜做了千万遍产生肌肉记忆 全品熟悉的口味和手感 年销百亿的海天还足够强势 像格力卖空调一样盖不设账 甚至要先预付款再发货 这种深耕核心品类的打法 你怎么看